上午十一时许 禁贤仪式在庄严的国歌声中开始 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右侠 宣读了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的 晋升上将军贤命令 中央军委副主席何卫东主持禁贤仪式 这次晋升上将军贤的军官是 南部战区政治委员王文泉 海军司令员胡忠明 晋升上将军贤的两位军官 精神抖擞来到主席台前 习近平向他们颁发命令状 表示祝贺 配戴了上将军贤兼章的两位军官 向习近平敬礼 向参加仪式的全体同志敬礼 全场响起热烈掌声 进贤仪式在嘹亮的军歌声中结束 随后 习近平等领导同志 同晋升上将军贤的军官 合影 中央军委委员刘震丽 苗华 张生民 军委机关各部门 军队驻京有关单位 主要负责同志等 参加进贤仪式 请不吝点赞订阅